我們看到第九題這裡 他說有個二次函數 然後滿足3加P Apple 3加P等於3-P 然後呢 Apple等於0 Apple-1等於-3 然後他說題目說 當他介於-3到7的時候呢 哪個選項是正確的 好,第一件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先把這個位置先把選項去啦 五根-1這邊 五根-1 這寫錯了啦 五根-1 這一代五的話不是0嗎 對不對 那以KD2他來算 什麼意思 請問你 我兩個方式可以做 如果我要讓他變成0的話 我要讓他變成5的話 四個讓他變成5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讓Apple 3加T 這裡的3加T等於0的話 很明顯T應該就長2吧 所以我最知道說 然後原來Apple 3加2 應該會等於Apple 3-2 然後都會是0 對吧 所以他肯定會通過115這個點 聽懂嗎 然後另外這個二次函數嘛 二次函數 再來Apple-1等於那個-3 所以 這裡應該寫 再換個-1 然後因為-1在-3這個位置 所以他圖應該長這個樣子 這樣聽懂嗎 那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別的方式 我覺得不管那個解法 我還要想到這個地方 那我可不可以讓他等-2 可以啊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寫成是-2的話 -2 就變成了3加-2 會等於Apple 3-2 這個也是5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你這樣寫的結果 跟他不是一樣嗎 對不對 也是Apple 1嘛 3-2也是1嘛 3加2也是5嘛 所以不管你這裡帶2 你的T帶2還是帶-2 結果都是一樣的 聽懂嗎 因為我要先跟你講說 考試的時候 你的思考裸體 因為 我先講是說 你可能帶2 你可能帶-2啊 你不可能告嗎 這都那麼順善 我就要寫有沒有 直接帶2剛剛好 你有可能就講一整條說 搞不好說他是5啊 可是你不能用他帶還是用他帶 結果都是一樣的 那反過來講 每個題目都告是這樣子嗎 其實不見得 所以你要小心一點 好 那今天這個應該就沒問題了 Apple 5-1等於-3 所以這個題目 但是往上長這個樣子的 所以題目問說 請問你Apple 1有等於 有啊 當然有 這個我喜歡再沒問題 再來 Apple 7有等於-3 Apple 7 欸這個我不知道 我要看這個來用 因為這裡寫-3嘛 -3當然跟他才有關係啊 我看我等於-3 如果我寫-1的話 這裡很明顯 我寫在那裡吧 -4吧 所以我就寫成是 Apple 3-4 好我們看一下 會不會等於 Apple 3-4 會吧 然後呢 這邊剛好就變成Apple-1嘛 也會等於Apple 7 有 然後都等於-3 對不對 所以我寫答案 這個答案是 OK的 好 在第三個的話 Apple 3有沒有帶領 來看看 更號3是多少 更號3 更號3大概是1.7多吧 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Apple 1大5之間 肯定都是真的 對不對 然後1以外 小於1跟大於5 都應該是負的 所以我知道 Apple更號3肯定大於5 這個沒問題 所以3也正確 好 然後再來 他說Apple 5有最大值是 7 肯定不會是7 應該多少 知道嗎 什麼情況下會最大值 多少 Apple 5多少 3 我怎麼知道Apple 3會最大值 因為看這邊 這個1跟5 不是剛好是那個 這個對準總共兩邊嗎 那我講 現在要處理的就好 所以這個頂點 這個頂點做的量 一定是Apple 3 對不對 就是3 所以他最大值應該 是在Apple 3的地方 原因就是1跟5的那個 中立這個頂點 就是我們Apple 3 座標 好 然後最小值的話呢 最小值 負3 Apple 3 最小值負3 負3是不是在這邊 你覺得會出現最小值嗎 這個時候為什麼負3 你覺得 因為他講的這句話 來看一下請看 因為他說 可是會介於負3到7之間 對不對 我們之前學過二次函數 會出現最大值跟最小值 只會在兩個地方 一個是頂點坐標 一個是在那個什麼 它的那個極限值的部分 所以有可能在負3跟7的地方 好 現在很簡單很好判斷 你看一下 誰離這個3最遠的 離3越遠的 那個值就越小 那很明顯的 F7跟F3 其實這個 x的負2是相差的4 然後F5-3呢 F5-3跟F3相差的是6 所以他可能是更低 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F5-3 這個應該是F7 這樣子 所以他有最小值對不對 對 對 最大值得是2 1 2 3 這樣子 會好 OK 好 這個底巴寫上去